大家好,歡迎來到屯門畫室 我今天介紹的一盒開箱紋 我之前已經介紹過一個例子 日本京都Gondola廠出的手造Softestel 這是242的全式系列 如果不看開箱紋的朋友,跳去2分30秒就可以了 不過我都覺得你真的會看的 因為他太英俊了 他送了一個飾板 過了膠 因為他怕粉彩的顏色弄得看不到 顏色很細緻 英俊度很重要 還堅持著用接近100年的生產方法 全人手造 我遇過最頂級的粉彩 如果有另一種比他好 我就沒有看過 不說沒有,但我沒有看過 242色 而且顏色很日系 很細緻 很和服的感覺 很舒服 你看它的顏色很細緻 顏色的變化 小條是因為不想裂開 因為它是用全色粉 這個顏色除了正常畫 還有兩個特別的方法可以使用 我展示給大家看 OK 非常容易 把Pastel 放在紙上 均勻地磨擦 重點是只有一個 這個磨出來的粉彩超油 大家可以看到 記得是乾粉彩 那些油粉彩不太好 摸下去 你自己先用手去灑 再試給大家看看 非常有細的 非常均勻 OK 大家都看到 第二個用法 就是剛才的Pastel 就要磨上去 然後用清水 就濕它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水彩的效果 這個用法 小人知 我覺得挺有趣 還有可以濕了一張紙 水彩紙 再溶 這個溶的效果更加好 歡迎來到傳媒畫室 今天就要介紹的 就是一盒日本純手工做的Pastel 叫Gondola的牌子 這個就是京都東山區的一個小廠 只有8個人 但是他們做Pastel 已經做了100年的歷史 自己有一個化工廠 最重要的重點 他們就是使用所有 和人體沒有傷害的成份 絕對安全使用 顏色方面 他們就由18色開始賣 但實用我推介大家 就用36色 這樣就比較夠用 如果你有很多錢想用 的話 可以去到242隻去買 但我覺得太多 其實36色基本上 足以夠使用 現在這盒是36色 它顏色方面的鮮艷度 非常強 而且插進它 因為手工做的關係 每一支就會小粒粒粒粒 他們強調不使用黏膠劑 即使Pastel是有色粉 加上黏膠劑 它們都沒有用 證明是純色粉 所以剩下每一支都可以 所以在畫上 每一筆都可以表現到 色粉的細滑程度 可以看到色粉是很細滑的 無論在顏色能力、顏色鮮度和漸變方面都是很優勝的 但日本人才會用這個麻煩的方法去做Castell 因為它是手工做的關係,產量也很少 到此為止,多謝大家收看 喜歡影片的朋友請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夾的柔和水素班素描班的資訊和有關燕美術用品的詳細資訊 下方YouTube的基本資訊欄可以找到連結 按連結就可以看到 下次見,拜拜